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时间的弧弦 划分着辩解 匆匆过的离别 像有无奇的怀念 放任我自己 躲进了没你的陌生的世界里面 不过是再见 不过是在遇见 离开你的改变 尽可能的轻描淡写 然后怎么辩解 重复在回忆里 几遍的那些从前 李辉说老随肚子疼 不尽能阿弥陀佛 他去医院了 晚点回来接我们 不 这天都要黑了 等他们回来恐怕有点晚吧 也是 那么晚了 我记得好像这附近有个民宿 要不 那就不回去了 去民宿 想什么呢 没事吗 没有 我看你发呆了 就是有点冷 突然 冷啊 还能吗 还能吗 他人说他不回来了 我们走吧 把他叫上吧 咱们走吧 咱们走吧 小燕说他不过来了 在民宿过夜 我们也走吧 我去把东西收拾 请 我 早就提醒你收拾 怎么着 心里难受了吧 不至于 行了 别扔了 等这么半天 一点响动都没有 就该收拾了 不过来 扔这个吧 这个扔进去就是垃圾 扔到湖里是垃圾 扔到肚子里就是止疼药了 走吧 喝药去吧 我喝不了多少 我会让你喝多的 如果之后向上奇问起来 你就说你今天肚子疼了 什么意思 走吧 我都不够 房间已经满了 这两天天气暖和 要不你们先在这儿凑合一晚上 我帐篷里还放了睡袋 我们这里啊 风景很好的 晚上可以在泳池边看看星星 早上可以在湖边看日出 多好 好 谢谢老板娘 你 你是觉得脑部舒服吗 没事 是 你心跳这么快 要不你先进帐篷里面坐着 小冉 你挨住我这么近 我当然会心跳加速了 没事 这个泳池很浅 只要不是很宽阔的水域 都没有关系的 你看 那个是不是猎狐座 猎狐座呢 距离地球有一千五百光年的距离呢 你在高中的时候 参加天文兴趣小组 没想到现在对星星还这么了解 我是说 我们现在用肉眼看到她发出的光芒 那是她在黑暗中 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呢 你说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一眼万年 幸好 我没有用那么久的时间 就发现了你眼里的光 就像是这样的那样的 我只能是在黑暗中 把我看出来了 它是有可能的 在黑暗中 有什么可能的 我看你 在黑暗中 好 日出啊 日出了 我怎么睡着了 说要聊天聊到天亮 可有些人 那早早就睡鼻鼓了 还好没错过 又完成一下 完成什么 没什么 向然 我怎么觉得 你有种有今天为明天 卯足了劲的感觉 我怕你后悔 后悔 向然 我跟你说件事 其实 毕业那会儿我跟她出国 好 你看 你看 好美啊 听他们说 这边要是冬天来的话呢 湖面都会结冰 会有不一样的景色 你会患得患失 是不是因为 我还欠你个认真的告白 小燕 大学毕业那年 因为我的不告而别 我们浪费了三年时光 现在 我不想再错过你了 我们能不能在五苏重新开始 但是 从今以后 再也不许一声不吭地 就从我身边消失了 好不好 你是真的喜欢我啊 没关系 还有很多时间 我会慢慢向你证明的 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你是真的喜欢我 所以我答应你 你知道吗 其实那个时空胶囊里面 我写了一份欲望清单 里面写了好多好多 我想跟你一起做的事情 但是现在我发现 其实不管是星空 或者是日出 都不过是锦上添花 能让我幸福的 是你 否则 我不会放手 所以客人特别的多 幸好你们 没事 看到老板和老板娘 我就想到我妈妈 她们也是 经常在厨房里忙 小冉 我们也找个房子 每天一起做早饭吧 这么多年你都住酒店 你没和别人一起住过 你能习惯吗 这么多年我一直居无定所 住酒店其实 衣食住行都挺方便的 或也没有和别人合作的概念 但如果那个人是你 我当然愿意试一试 小燃 周主任 一直都想跟你说呢 前一段做的微博直播真不错 谢谢周主任 其实我想做一期栏目 来聚焦二胎三胎家庭 你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啊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的节目 只能被动地等待观众打热线进来 但也许有一些人 他并没有勇气主动寻求帮助 这自乐乐的事情给我挺大的启发 我在想 或许我们可以聚焦某一类的问题 用我们的电波 来治愈更多人的人生 挺好的 谢谢周主任 孙明伟 你堆在那儿的木板是什么意思啊 小燃房间不是没地方放书吗 我给他墙上订一个简易的书架 给我的 不用了 没事你让他盯吧 你那些书都堆在地上 你找起来也不好找啊 你回头给我也盯一个 资命 资命 真的不用了 应该墙上会留痕迹 你们租给下个租客也不好租 你什么意思啊 我打算搬出去了 明天下午我就跟校长去去看房子 你俩要同居了 不是 是合租一人一间 什么合租啊 司马昭之心 你想好就行啊 其实他能这么说我挺感动的 他这么多年来 其实一直都很逃避那种家的感觉 所以我不想让他失望 就是对不起你们两个 刚搬进来没多久 而且跟你们俩住着 又舒服又开心 那就不要搬了嘛 不过呢 我也理解 我就一个要求 你能不能等我生日过完之后再搬呢 那肯定了 这次你生日的时候 唐贤回来嘛 好好庆祝一下 我记得 好 小冉 消防人员来检查 我可能过不去了 没事 你先忙吧 反正找房子我有经验 他有事来不了了 咱们进去吧 好 这边请 两层小楼 院子也挺大的 还有两间卧房 年前呢 我刚刚找人装修过 采光也挺不错的 房子真的挺不错的 价钱也合适 我男朋友应该会喜欢的 你是情侣租房啊 那你谈恋爱谈多久了 一个星期 你们七天就住在一起啊 不租不租 好好好 谢谢你们 请走请 阿姨 为什么不租啊 你这种啊 我是最最不想租的 这合租简直就是一地鸡毛 你内衣裤乱扔 他看得下去啊 他用过的马桶 你刷了会没有怨言 看看 就刷鱼皮 之前的租客啊 也是一对情侣 这个女孩子睡觉打呼噜 一个月就退租了 我们一人一坚住 而且我不打呼噜的 永远分居啊 我可不相信 对不对 在没有和别人住之前 谁都不知道 自己会打呼噜的呀 你男朋友人呢 你男朋友人呢 他今天有点忙 忙 小姑娘 你还是太年轻了 看房子那么大的事 怎么能不来呢 一定是临阵退缩了 你那个房子怎么样了 别提了 去 慧姐 生日快乐 来 越来越漂亮 少喝一点啊 那我先回去 怎么样 要租那个房子呢 不仅要压二负三 还得向房东阿姨 证明我们两个 情笔金尖 怎么那么喜欢那个房子 我喜欢那个小院子 我就想说在那个院子里面 种点花花草草 再摆一个摇椅 这样的话 夏天就可以在外面 喝茶那样 感觉有这么一个小窝 我觉得 在外面不管遇到 多大的烦心事 只要一回家 安心 你是也想给肖上齐 那么一块安心的地儿吧 不过我比较同意房东阿姨的说法了 跟她住和跟我们住是不一样的 咱们是朋友 只要不碰触到大家的生活底线就可以了 但是情侣是需要深度磨合的 得了 这下彻底死心了 房子租出去了 算了 就当是给自己一个思考的时间 你好好想清楚 你又不要拿彼此的缺点 去挑战对方的神经 也对 莽足的劲儿谈恋爱 八小时可以 二十四小时 那都得原型比武 现在我好像有点理解 你为什么一直不跟唐颜一起住 我也想和她住 她也得在啊 她一年在无所也没几天 这次回来 说是特意接了个活 给个小歌手录歌 才能回来陪我过生日 那又怎么还不来啊 还没录完 我晚点到 她说她还没录完 让咱们先喝 那 那就先玩 摇滚圈上有个不成文的说法 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是玩摇滚最好的年纪 二十五岁之后 再玩摇滚的就是信仰了 姐姐我今天二十五岁 我宣布 玩摇滚将是我一生的信仰 那是水汽子 还要给她 在滚过去 这一生的信仰 早点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跟老赫搯一个 希望他要回家 今天这么大日子 两个姐夫怎么全都迟到啊 就是 就你改口坏了 李慧儿 我祝你音乐梦想成真 跑跑 来 我祝你越来越年轻 姐夫来吧 迟到了 罚酒 李慧儿 生日快乐 萧然说你最喜欢这个乐队 所以我特意让人在国外选的 希望你喜欢 你这是送到我心坎里了呀 不会是作为抢走我 是有的补偿吧 那 那个 咱人齐了 拍张合照 拍张合照 拍张合照拍 用随格手机拍 好好好 他是最新款的 好好好 来 大家摆个姿势 摆个姿势 来 来 大家看镜头啊 来 三 二 一 再来两张啊 我来看看 老贺 怎么 你这怎么张张闭眼呀 你自己来看 我来看看 我来看 我来看 不可能的事情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看 主要是这灯光啊 它太闪了 闪得我眼睛睁不开 来 无人机 随着喜欢笑人姐 你个小屁孩瞎让让什么呀 你都是以前的事了 这 都是等我发言呢 行 今天我汽车 泥水带酒 就一句话 乔上鞋 对她好点 让我失恋湿得物有所知 好 你好 对 今天慧姐过生日 我上台给大家唱首歌 热尔肠怎么样 鼓掌鼓掌 大家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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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掌鼓掌鼓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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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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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姐 你那唐老师到底还来不来了呀 他有事过不来 我正点还是想和他一起过 我先走了 你和大家说一声 走吧 不是 别搞这么如临大敌子行不行啊 我都放下了 我这个人谈恋爱啊 最讲究缘分 不等待 不强求 干吗 你就不能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也好拒绝啊 你说这话真挺伤人的 那天从森林公园回来之后 我就跟你说了 你自己没当回事 景天伟 你是我非常在乎的好朋友 所以我不希望 你的付出就这么含糊地待过 那种付出 我也曾经体会过 我这不是还没付出呢 我这不是还没付出呢 就被人 节度先登了吗 你要觉得特遗憾的话 没事 你就当我是中场休息 回头等你俩分了 我再上场呗 我们先撤了 慢走不算啊 你回来了 唐晓妮还没完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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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三线小歌手 身材挺火辣 这生线啊 糟图 后期休息不就好了吗 人家歌手不同意啊 精益求精 我看啊 他这是对唐妍 嘴风之意不在酒吧 不要瞎说 你可得看景点啊 来 给我音乐 来 来 来 他唱什么歌 吃醋了 我给他写了两首 都不要偏偏选中这一首 那你就给他呀 这首歌是我给你写的 他凭什么唱 回头我再写一首还给你 唐老师 咱们抓紧时间吧 关于这首歌 我还有很多问题 想向您请教呢 这么简单的歌 哪儿来那么多问题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在讨论关于 音乐和艺术上的事 无关人员 就不要打扰我们了 解交一遍 听好了 音乐和舞台 開始是個本天涯 開始的離別會放下 緩緩地陪著行動 不為頭地出發 路過世界的喧囂 強出開家 那塊溫柔的傷疤快好了 還有沒有勇氣再解開它 我會在愛的世界擔心你嗎 我會在手上裡面 都明白了 你揮這嗓子呀 真是老天爺賞飯 蘇珊你倒是多學學 真好听 好听吗 突然觉得也没那么好听了 谭言 这杯我不要的 不醉啊 我就喜欢她这撒尖 你怎么来了 反正也没人吃 也不能浪费啊 就给临来了 谭言呢 快到点了吧 我想吹蜡烛了 行 来 生日快乐 回见 数没数过你从小到大陪我吹过多少根蜡烛啊 那可多了去了 反正你从小雇了多少次生日 我就陪你吃多少次蜡烛了 她不是说专门会来给你过生日的 我给你找她去 回家了 李慧 你俩分了吧 这样你竟然不痛快 做多了吧 李慧 李慧 我早想说了 你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你俩不合适 她唐现在无数量落脚地都没有 回回吃你的蹭你的 拍拍屁股就走了 你觉得猜猜未来给你留位置了 你之前谈了那么多恋爱 我可从来都没有说过你 是不 这是作为朋友最基本的体面感 你跟我谈什么体面啊 哥们是听你感到不值 那唐言除了妖光云还在意过谁啊 你俩压根就不是一路人 所以何笑人没有选你 也是因为你们不是一路人吗 那你干嘛还死产着人家不放啊 人家有情人可以重成眷属 你就来拆散我们啊 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人是吧 行 你就死心塌地的 被那唐言招着进来挥着进去 亏他你俩败了 别让我哭 去吧 我来找他 你不问问我为什么晚安呢 不是小房来了吗 还不会来一天啊 忙 小姑娘 你还是太年轻了 看房子那么大的事 她怎么能不来呢 一定是临阵退缩了 谈恋爱不就是要给对方 多一点空间吗 老崔的事你也没问我啊 我没问那是因为我早就知道 你的心里只有我 小尚琪 有些事情我要提前跟你说一下 我呢 平时掉头发 你有可能会在枕头上 沙发上 衣服上 电脑上发现头发丝 也有很大的机率 我可能会睡觉打呼摸牙 你想说什么 我就是想说 我 其实搬家也不是件小事 你完全可以考虑清楚了以后再说的 就是决定的不要那么草率嘛 草率吗 爱情这种东西嘛 在朝夕相处里 有可能几天时间就没了 本来想到天天秘密 结果变成了一地鸡毛 这不是亏大了吧 你哪儿挺爱的歪理啊 我的意思就是 我理解你的零证退缩 我不理解 我也不退缩 我把房子租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迟到的原因 你之前这么兴奋 给我发了这么多照片 然后聊着聊着就没信了 我后来就去问了中介 他说你对那套房子特别满意 所以我就签了合同 找人收拾了一下 你随时都可以拎包入住 你是怎么通过天阿姨那关的 天阿姨 你说房东啊 阿姨啊 您不是不足情侣吗 你看小伙子长得多帅呀 他生活中肯定不会落他的 他一定会把我的房子 维护得特别好 再说了 人家一千就是三年的组约 多有诚意啊 谢谢您的信任 什么 什么要求都没有 茶叶太没原则了吧 之前还跟我怎么说来着 一个人不能只看外表 一个外表精致的男人 有可能会到家里面 臭袜子乱飞 我保证啊 我每天都换袜子 而且我自己洗 不是那个意思啊 小然啊 咱们互相了解彼此 不会发生这种问题 要不这样 我们约法三章 每天规定我做家务 十二点前我必须回家 如果做不到的话 那我就跪榴莲 然后每天晚上我陪你看一部电影 再或者 就好了 我要好好想想怎么装饰我们的小家 我要在院子里面种很多很多的花草草 我要买一块特别好看的地毯 我还要买很多好看的杯子 来装饰墙面 装饰什么 好 没问题 但是我想 好 我们俩尽快搬过去 好 这两天我出去住 你去哪儿啊 你住哪儿啊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走吧 走吧 都走吧 都走了 哥们亲你 隋 腔子 杨总 这都是咱们疾风的原仪师傅按着吩咐调的 好看的好痒的寓意好的都有 好症恶好的都有 搞成小副主播喜欢 嗯 肖总 小何主播的房间都已经布置好了 按您之前说的 他的喜好和习惯我都注意了 是他会喜欢的风格吗 包他满意 那他什么时候搬过来 需要你帮帮吧 没事 剩下的我来吧 你们先回去吧 好 好 来呀 辛苦了 我可能暂时搬不了家了 他俩到底怎么了 一直在冷战 隋敏伟 你有病吧 你不是不屑跟我说话吗 你为什么据收我的快递啊 我据收的是 签收人上写唐妍的名字的快递 他算老几啊 查无此人我干吗签收你 唐妍的快递一直是往老夫特寄的 你知道的呀 你别说你自己不知道 我还真就不知道了 你要愿意签收你自己回去签收去 反正我看你一次举刺 你什么意思呀 有闻没完啦 行了 消消气 别跟他生气了 故意找茬吗这不是 以后我跟你说好不好 他就是故意找茬让你回家 你晚上住到哪儿 陆云鹏 那个地方能睡好吗 睡不好 我记得之前 唐妍把你写给她的那首歌 给那个小歌手唱了 你都没说什么 老隋呢 他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 但他心里就是为你打抱不平 你们两个那么多年的朋友了 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的朋友啊 有些话就真的不能说 就算一万个人不看好我跟唐妍 我都无所谓啊 随便我也不行 为什么 因为好朋友说的话 它就像个种子 它会种在你心里 会一直动摇你的 我很在乎 如果是你 喜欢的人 和最好的朋友这之间 你要做出选择 你怎么选呢 我到了 你回去吧 你 新家住的习惯吗 没住 还得季风 你什么时候翻过来 你再给我点时间嘛 现在李慧和老隋 两个人弄得不开心 我总不能放着不管吧 而且李慧这几天 都不回家住了 都跟那个唐妍挤在录音棚里面 那这几天 就你和隋明慧两个人 嗯 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老隋每天晚上 回来得可晚了 第二天中午才起 要不是台里面有事情 我们两个基本见不着面 阿爷是单独住在一起 你还笑 我跟他见面的时间 肯定没有见你的多啦 嗯 老隋 你们这依依不舍的场景 可真像那个 大学之后女人宿舍楼门口 把你身上消费 门离身上倒了 你不是半夜才回来吗 偶 偶然 嗯 嗯 好了你快走了 行 好 干吗了 小赏其实真是成熟了 我还以为她会跟上来呢 违反同居条例了啊 谁的条例啊 你不觉得 没了某些强迫症整理皮之后 咱们家舒适度提升了不少啊 老隋 你快看 李慧回来了 回忆突然停留 是否想念了太久 从前那个路口 孤单的人一直在等候 最怕那一句 不过是朋友 转身后 转身后 有许多借口 在 时光里 又回头 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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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寻觅过太久 找回最初是我牵你的灯后 想和你的以后不再孤单漂流 如果爱又重逢我多想牵你的手 陪在你左右 我们不放手